距离首都雅加达最近的城市之一 北加西上个月15号开始落实社交管制 这一个多月由军方、地方政府 还有警方共同合作 在北加西各处研设34个检查点 包括火车站、客运站 以及所有前往北加西的高速公路出口 警方表示在北加西实施的管制令非常顺利 大部分民众已经了解戴口罩的目的 还有车辆运在乘客限定 管制期间每一辆汽车内 一排座位只能坐一个人 包括驾驶座一辆车最多四个乘客 往返亚迦达的路线也不会封路 以确保货物抵达的时间不会受到影响 大爱新闻印尼报道